作生意目標當然是想賺錢 但前提是企業必須經營有道 能夠保持良好的商業 當中的關鍵就是連結營商 所以廉政公署特別推出連結營商拍照 實地走訪各行各業 與澳門的中小美企 談談他們營商的實際情況 適當地向他們提供一些連結建議 支持企業連結營商 希望不同的企業都能夠健康長遠發展 James是本澳一間零售店的其中一位負責人 店舖主要售賣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作為零售店 商品質量直接影響到店舖的生意額和商譽 所以商品採購的工作就十分之重要 James可以介紹一下你公司的背景嗎 可以 沒問題 我們自己在一間洗手間便利店 在疫情期間2021年開設 我們會有專責的同事做採購工作 好 或者你公司有沒有遇過 或者聽過一些供應商有別於平常的要求呢 我們自己是沒有聽過的 但也有看回相關的案例 有些關於採購的同事和供應商各種禁物的情況 對呀 因為一般情況 如果公司有制定連結採購的指引 當同事遇到特殊的情況 他都會知道怎樣應對 以及清楚知道怎樣選供應商的準則 就可以確保日後採購貨品的質素 其實我們都很認同連署工作的重要性 但我們的小微企只有幾個同事 有沒有需要去做這個連結指引給他們呢 其實我們都明白啦 對微企來說 如果要製作一個詳細或正規的連結指引 可能就會有點困難 其實又真的不需要想到連結管理好像很複雜 因為微企的員工人數少 溝通相對方面又容易些 老闆大可以善用這個優勢去做連結的工作 就好像員工新入職的時候 老闆都會跟員工說清楚 會怎樣處理請假或遲到等等的情況 同樣地其實都可以跟員工說清楚 公司對員工的操守 或者誠信有些甚麼要求 除此之外 跟員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時候 亦都可以考慮加入一些誠信的條款 讓員工都明白公司對連結營商的中私 並且都可以承諾不會做一些貪污舞弊行為 另外一個是 麵包 讓願工的 上一萬壁 還在旁邊 雖然 雖然 雖然